谢谢 这一次这个私燕案里面 大概有比较多的这些烟的量 都是来自捷泰日烟这一家公司 这个我不清楚 那因为过去在高雄市府的时机 这个有的你要小心使用 你要小心使用 你要小心使用 过去民进党所标榜的 也就是这一个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到了现在 反而变成感觉好像 言论不是那么自由了 而且有一点好像恐怖 好 艺人张立敏被告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这起事件的始末 因为他在脸书po文说 高雄有三千亿的重大弊案 还说陈菊蛇鼠一窝 陈菊因此提出了加重诽谤告诉 昨天下午宣判 判张立敏无罪 不过他不是第一个被告的人 陈菊其实已经告八个人了 然而针对庶民的po文提起诉讼 这难道是大炮打小鸟吗 还好我们看到前两个案例 这个一审结果 费洪泰还有张立敏之后 都是无罪的 这是让人民不至于陷入 寒蝉效应的恐慌 慧玲 其实我觉得很庆幸 到现在这个司法界 还有一些秉持良心判案的 这些法官 我真的对他们 是投以非常的尊敬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这样子 一个公正的判决 是有可能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仕途 甚至是调签 调身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之所以法官会这样判 本来就是嘛 你民进党是以追求言论自由起家的 刚才我们讲到 民进党很多人 包括苏贞昌在内 越选越有钱 包括蔡英文也是如此 当你今天林俊仙 在打人家韩国瑜的 这个什么买房子 甚至还没过户的房子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蔡英文养地产养了九年 然后赚了一亿多呢 所以今天民进党 永远都是用双重标准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对不对得起 那个时候请进家产 来争取民主的黄信计 你们又对不对得起 当你们今天把老百姓 公投权力都剥夺的时候 你未来怎么在地下去见蔡同荣 所以今天民进党就变成了 让台湾早就变成一国两制 就是说今天只有民进党有言论自由 其他老百姓你连决定政策的自由都没有 更不要说是言论自由了 未来就是非常恐怖 如果蔡英文继续连任的话 台湾必定会变成一个非常肃杀的一言堂 换句话说 到时候还有没有敢批评政府的媒体 现在已经有很多网友 有很多的联友怎么样呢 不是脸书像洛杉矶一样被关闭 就是叫你去警察局 贴了一个转贴别人的贴文 就叫你去警察局 去备案去写笔录等等 所以今天整个台湾 我觉得民进党还在标榜什么民主进步 我真的觉得是华天下之大事 这个真的很气 因为我们的脸书 就因为发了一个历史哥的脸书叫陈欣吴 就因为发了一个跟香港相关 就是报名打警察这样子 然后攻击 这确切有画面的嘛 就一发我们被禁一个礼拜 而且违反规章 到底违反什么 没有任何 这个岳飞莫需有杀头什么两样 所以我觉得都很过分 那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好多的友含的台 YouTube的台 同时挂掉 同时挂掉 而且他写页面的被删除 你知道吗 我们吓死了 我想说惨了 我9万多 我们现在快10万了 真的一直冒冷汗 真的想说怎么办 可是回来之后 很多人解 我们其实我们的总编 还跟我们内部小编开会认为说 好吧 我们不要跟我们的这些台友说 这个是一个恐怖的状况 我们还很理性的说 其实这可能是YouTube的问题 但是我回想的很不对是什么 为什么挂掉的时候 我们不会第一个想到是YouTube坏掉 而是我们想到什么 是明记长破坏我们 因为前例可循 你看到很多的案子都是这样子 是 历史哥 我跟你讲 10万就是一个关键密码 只要你的人数一到达10万 你就会被黑掉 就会被黑掉了 因为表示你的影响力 已经足够达到够大的效果 所以你不同意我 我就关掉你 你不同意我 我就告你 其实以送指报 这还是小事 动不动就用色違法来扣帽子 而且很恐惧 要这要告的人 他不用出庭 他不用搜证 他可以直接用现刑犯 来直接罚款你 是 闻山伯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我要先问我 等级你个人 是用国家的钱 用你自己的钱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最近中共代理人法 是不是经过任何年 对 已经复活了 一堵 对 你不知道要外公布 那天我一个高梯上 我刚才要回到高雄 高梯在土屋 在土屋上 住到 一个30几岁的年轻的妈妈 拉大带小 我看他 我帮他忙 我说 我就跟他谈一下 我说你从土屋来 他说我刚才在台北回了 我说你跟孩子 要陪我台北 没法度 他们在台北做台杆 受到心目尚目 今天如果我们台湾的 正经 经济状况很稳定 投资者敢来投资 他们有必要去到台中 那儿不听拖子 那儿不怕又分离在这里 他也说得很不难 不是我愿意 我没法打托车回来 他们想要看老婆 是对 为什么要把台湾 无论才变成这个人 台湾的人民 到底缺你哪位 尊致砍鼓打破 你们早上讲的警察 老公 也应该行 也行 政党不是人民的爸爸 没有难力 你不要再有难力了 想一想这些人 想一想这些 还有 从中国大陆驾过来 这些台湾的媳妇 为你们传宗接待 为你们拼死拼死 季节也把你们传宗接待 拼起来 忧怒忧 你叫这些人未来要如何 叫这些人未来 不用择真佳民进党意 夭壽夭壽这些 你不能够继续 断人的选择 古代人说 说的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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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未来 到底会变怎样呢 2020总统大选 现在传出要多地 三组人马了